千万不要来美国 你带带两个钱 到美国之后根本不够花 我身后就是一家中式快餐店 最简单的 最便宜的 也要15块美金 在老美看来 赚美金花美金很正常 这个价格还算是附近非常低的消费 但是如果你从国内过来 你在这边不挣美金 你带的是人民币 你变成汇率你就知道了 而且有的人说 我身上有几十万 我就告诉你 几十万到这里 你只要不挣钱 花得很快根本不够 除非你就是亿万富豪 或者是像那些 贪了几十个亿多少个亿来的人 如果是普通人 你在国内存的两个钱 只要你到这里不挣钱 那个钱花得有水一样做 你到这里要不了两年 你那点老本就花光了 而且是什么呢 你到这里之后 你拿的是人民币 过来花的是美金 你一开始的时候啊 不由自主的肉疼 因为你一开始总是要去汇率对比 总是要去算 一算的话 你觉得这也贵 那也贵 但是你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了 你麻木了 你自己认为好像身上就有美元 你会发现好像也能接受 但是但是 当你去看银行账单的时候 当你看你那里带来的人民币 花达花达的减少的时候 你就受不了 所以真正要想在美国待下去 你不挣钱是不行的 绝大多数人来到美国之后 上来就是租个房 租车 办个电话卡 赶紧就去找工作 不管什么工作 哪怕就是在这饭店刷盘子 洗碗 16块钱一个小时 20块钱一个小时 你一天干8小时多少钱 哪怕一天就挣200块美元 足够你生活 足够你租房 也足够你日常的开销 你赚这200块美金 你再去消费 一顿快餐 10块钱 15块美金 你都不觉得贵了 就像我们赚人民币 花人民币 你一天挣200块钱人民币 你吃10块钱 20块钱的快餐 你也不觉得有压力 同样 这边赚200美金 150到200美金 是很正常的工作 一天 大多数人都能赚得到 只要你肯吃苦 哪怕就体力活都能赚得到 那么你赚这个美金 你再去花那个美金 你不心疼 比如说理个发 我明天去理发 我的头发又开始长了 这个头发还是在旧金山理的 当时花了40块钱 明天呢 准备找一个便宜的地方 洛杉矶这边最便宜的地方 也就是20多块钱 理个发 你要换上人民币 你就觉得贵 但是你要是正美金的 就能接受 所以 只要你说你那个钱 不是什么大钱 不要觉得几十几百万人民币 到这里就是个钱了 啥也不是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钱 我劝你千万不要来美国 你来这里 你那两个钱 随随便便就被别人用过了 你自己啊 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受苦 你就没办法过日子 我昨天就认识一个 从北京过来的 还是某日报的大编辑 来的时候呢 觉得身上有俩钱 把北京的资产处理掉 好像说是带了几百万过来 结果 没两年 花个精光 现在连加油的钱都没有了 租房的钱都没有了 这过啥日子呢 所以啊 如果你不能够放下身材 在美国做体力活 你就不要来美国